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影画戏《大离婚日》《呼》 如一访问田瑞尼由以婚姻为主题的舞台剧 谈到她真实的婚姻 戏中剧情出人意表 现实人生更是无常要活在当下 老公杜汶泽在2020年移居台湾 田瑞尼当时未有跟她到当地生活 不过2021年飞台湾和老公庆祝生日之后 她就改变了想法 最初原本是想两边这样飞 但后来我发觉和老公一起真的太开心了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都想和老公一起生活 因为其实我会很近 飞来飞去 但是她很需要我 哈哈哈哈 田瑞尼口中的一句 她很需要我 真的听到人无管动 是爱还是责任 一听就知道是爱 田瑞尼和阿扎结婚接近18年 不过说到一起生活 就要重新学习如何去相处 以前譬如在香港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住在同一间屋 但其实很少见的 因为真的大家的时间都是很不够的 反而要约的 但是反而 譬如我常常在台湾和她一起住的时候 真的一起睡觉 一起起床 一起吃饭 我反而 当然你说 有爭吵一定会 但是呢 不知道是段关系 久了 大家 她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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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过了 我又大过了 反而原来我和她 我觉得 这个恶丹方面 我觉得和她的相处 比以前更舒服 田睿尼再肯定地说 阿扎去到哪儿 她就跟她去到哪儿 只要和她在一起 什么都没问题 放下过去时候光滑 田睿尼在阿扎鼓励之下 为她管理Latio 更加做了节目监制 扩阔了视野 才切身感受到阿扎一直所做的事 反而呢 反而呢 我现在才 好像 才了解她在做什么 其实呢 之前可能大家 就是 我有我拍摄 她有她拍摄 其实大家都 譬如有时 拍摄完东西回来 都很累 或者什么 然后第二天又起床 又看不到 然后有些事情 你过了 你就不会说 你就不会沟通 但是反而现在呢 你经常这样对着呢 大家 就知道 其实呢 去做一间公司 或者做一些生意 其实做生意 我会欣赏到 可能她 她很 很聪明的地方 或者她解决问题困难 原来是可以这样 而且 我都会明白 做一盘生意 其实真的不是那么容易 可能压力都很大 或者都要很薄 我都会 我会了解多了 反而 一起做事 反而会了解多了 还有 可能 大家 现在两个经常 没有什么依靠 觉得 都是要互相支持 互相支持 互相鼓励 其实一起就可以了 我觉得最重要是 陪伴 无论什么事都好 有个人一起在旁边 其实都很难得 我觉得 最难得是这件事 很难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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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前的田瑞尼 多了一份写意 自在人生四个字 好像刻在她的额头一样 我想是我的 心态不同了 生活方式不同了 放松了 其实我没有去想 究竟 我已经没有再去想 比如 以前你在电视台 你会想我要拍些什么 剧 我要做些什么 我怎么去保持 我自己的一些 形象 事业 还是什么 现在我反而 没有去想 我觉得 想来也多余 不需要去想 有的时候才再想 或者 有什么发生的时候 才再想 我现在反而 没有想到 那么长远 世界在变 在时代巨轮下 田瑞尼 也自我调之中 是一样东西 是一样东西 例如这几年 有很多事情 时间会觉得很快 好像有很多事情都没有做 但又好像做了很多事情 有很多事情 你想不到会发生 但其实它又会发生 所以我就会觉得 有很多事情 你计划 这个计划 追不上变化 这件事 其实我已经是 这句说话 已经陪伴了我几年了 所以 我会有一个 我会有一个做人的目标 但是我不会计划得很长进 坦白说 我不想夸死我自己 因为 其实 真是 所有事情都会变 真是今天 真是今天不知道明天是事 就是你不知道 所以 我反而没有去想 那么多这些事情 就是 煮到外来才吃 如果不是活得自在随意 她未必会参与舞台独脚戏 大离婚日 说到那个演出 到底什么是结合影画拍摄手法 和舞台剧效果各实验性創作 田芸妮 督大对眼 认真地说 我最初去到日本 我第一件事都是问她这个问题 因为我都不知道究竟你呼是什么 我觉得林逸熙这次 她实在是很大胆 田芸妮口中的大胆 是指林逸熙以视镜形式 去演她的独脚影画戏 还即场剧透了一点点 她那个 她那个形式 其实 我可以剧透一下 其实不行 其实有 又不能透露 剧情 其实是很合理 那件事 那个丈夫 不在现场 是跟剧情有关的 是跟电影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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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实 老公是不应该在现场的 是不应该在现场的 是不应该在现场的 是去到第二个空间的 是否很愿意的 所以她用一个影画的形式 去表达 这件事 是合理的 而其实她又不只是影画 那么简单 她是有少少再加 除了她的影画之外 她还会加一个舞台剧的效果 即是一些舞台上的效果 去配合她这个影画 听田瑞尼说完 明点不明点 好奇 反而有所期待 第一次跟林日希合作家田瑞尼 究竟当初如何被对方打档 而接受邀请 她听到大笑 反问 我不难打洞 很难打洞 田瑞尼说 林日希早在2021年 已经找她合作 可惜当时 因为遇到不同问题而各自 她一直都想找我合作 但之前的计划 就不是独脚戏 是一个舞台剧 整班人一起做 但后来很多问题 疫情 有很多东西要关闭 然后排舞室 排练的时间又遇不到 那后来没有发生 后来她自己 因为太多东西要合作 她觉得很麻烦 她自己做了个独脚戏 叫大初戀人 田瑞尼说 港夫妻关系的婚姻独脚戏 是她一直想做的 可惜因为她本人的惰性太高 创作力又不是太强的关系 只可以把它放在心里面 很多年前 我去过英国旅行 我看过一个broadway show 就是一个大约五十多岁的女人 她坐在一个很小的剧场 她坐在一张椅子 没有什么设置 她后面只是一块布 但那块布是不停转换的 她就是一来坐下 然后她旁边有一本书 有一杯茶 有一个灯 那样 然后很高兴地坐在那里 她就一来坐在那里 就开始说 她跟她老公 又相识跳来跳去 这样去说 我觉得很好看 那我经常都觉得 如果我自己 将来上了年纪 我可以做一个这样类型的show 我一直都很想尝试一下 所以林日熙邀请她演出 就二话不说答应了 前段为了拍戏 田润尼飞到日本 和林日熙一对夜队 对了六个星期 当时她是这样想的 我一个人去日本 我和你又不太熟 我又不懂日文 好害怕 是否骗案来的 田润尼坦言 在日本排练的日子 又开心 亦都有不开心 但幸好 总括来说 都是很顺利 没有她想象中那么困难 重要的是 她的确享受其中 田润尼多谢林日熙连日尼黑面对待 我想她是一个很难笑的人 和她排戏很惨的 因为她的臉很黑 但是呢 我也有令到她笑 是成功的 我觉得有一件事是好的 因为每一天 你入到她排练室 那里 你对着一个这么黑面的人 你都做到的话 其实如果那一天 观众来到 没有反应 我也不会害怕 我不会影响我演出 这样 同样是天平座的田润尼和林日熙 两人的生日只差两天 和林日熙基本相处 没有任何问题 后来就没有她很体贴 也都安排得非常之好 不过田润尼补充 唯一一件事要适应的就是 她每分每秒都在改 每分每秒 她不是每一天 改的频率是 每一分每一秒 她也很包容 因为你有什么正常 我觉得有时创作的东西 是需要改的 但她真的改得很厉害 其实我们 这个《妻》这个剧本 我最初去到的时候 其实她已经 我也不知道她自己 改了多少稿 接着我们 维读 再对 再排 她有很多考虑 这件事我很佩服她 因为我觉得她的直觉很准 而且她都会看看我 究竟 对做些什么 田润尼更加以叫外卖去形容 林一熙 譬如可能那场戏 已经很好笑 很好笑 他当然会 像叫外卖 阿田 我想这里追加些什么 她每一个考虑 就是我想这里 可不可以再追加些什么 我觉得 这件事 虽然我作为演员 有时候我会觉得她很烦 但是呢 我作为她的合作伙伴 我又觉得我在她身上 真的学到一些东西 而这件事 是 我很想像她那样 因为呢 我们人是有惰性的 会觉得那件事这样 可以了 可以了 那就会停止了再去转进去 但是她是不停的 那 我也很希望我可以感染到她少少这些缺点 作为我之后的人生 就是伴随着我 是这样 《独脚器》的舞台剧 讲求节奏控制 而且体力消耗很大 竟然对田睿尼来说 是没有难度的事 暂时我又不觉得很难 哈哈哈哈 不是 我这样说会不会很虚呢 然后她想了一会 说 两个小时 放松一点的表演 然后就一个人站在台上 然后做了所有东西 我是 我不知道是做我自己的角色 我还做很多个角色 做一些节奏 追那些笑位 所以其实 我觉得在体力上 是需要很大 2020年离开了大台之后 田睿尼第二年就参演舞台剧 《姓何西某神案》 自此之后她就爱上了演舞台剧 对了 我很喜欢舞台剧就是 你和观众在那一刻 那个时刻 大家的那种沟通和交流 所以其实上一次《姓何西》之后 我觉得 原来我是很喜欢舞台剧的 和我是很喜欢那种 和观众直接的交流 其实那些是拍戏 或者拍剧 你不会有的感受 生活了几十年 田睿尼这个才明白 尽心工作 但不用太紧张 嗨 都是一种生活态度 反而会 反而这样会令我放松一点 是真的个人没那么tense 但是又不等于没有站心的 正如田睿尼所说 做人不用有计划 但一定要有目标 那她又有些什么目标呢 就是我的目标现在就是 我想可以开心地做人 是的 我45岁了 那人是会老的 我开始觉得 譬如 我开始会在想就是 我要 就是整天都说 要这个世界很无常 就是整天都说 要接受无常 要接受变化 整天都是一个口号式 说就聰明了 活在当下 说都是口号式 怎样呢 how 田睿尼这一问 的确当头棒喝醉了一下 在时代变迁下 活在当下 说就容易 但试问又有多少人做得到 田睿尼继续说 年轻的时候 你不会想那么多 但你到老的时候 你很多事情要面对 父母的离去 或者老 身边的人 我们大家的年纪大 他们可能身体不会很好 然后自己老 然后可能你会有一些 很无常的事情发生 其实每一天都会有 那 我现在其实我的目标就是 就是我这样说好像 很闷 但是真的 我都真的很想去学习 真正接受无常 这个是我的目标 和真是活在当下 这个是我的目标 阿澤在台湾的北投区 开设了禅修中心 每逢周末都会免费开设禅修班 给有兴趣修行的人参与 为责的不只是民众 田瑞尼亦是其中之一 还有我很开心 我在台湾有 开始去 分享一些我自己禅修的经验 那这个是 是我觉得我一世人里面 我做得 就是 怎么说呢 做的时候 你觉得 你真正 原来可以帮到人 那种 那种 开心 我觉得 是我在 我的履历里面 这是唯一一件事 我觉得我做得 最有意义的一件事 人生无常要珍惜当下 如果真是做到真正的接受无常 就会发觉 无常是人生中唯一不变的常态 田瑞尼想做到 小编也都一样 所以我觉得 所以你刚才问我 你会不会 选择多些 在台湾 我可以很肯定地回答你 我老公在哪儿 我就去哪儿 就是不一定是台湾 总之跟他在一起就可以了 说的是 人生 人生 在带来